人民币周五的时候大涨了1500点 是有记录以来的最大的单日涨幅 什么原因啊 第一啊 统计局和外汇局 这两天刚公布的我们2022年第三季度的贸易顺差 国家经常账户的顺差 还有就是这个BOP 也就是国际收支账户啊 都是创造了新高 大家看我们强劲的这个贸易顺差 其实就是在美元加息的情况下 人民币不会像日本或者 欧洲的很多国家一样大幅贬值的这个基础 这点呢 我在以前的视频里面也说过了 第二啊 德国总理啊 这两天的访华 也意味着我们和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贸易啊 会进一步的加强 而且德国总理这次来啊 还带来了12家的德国企业 覆盖了化工食品金融 过行过夜啊 明显就是来做生意的嘛 这对欧洲对我们国家的投资啊 以及我们的进出口啊 都很有好处 值得点赞 第三啊 这两天的上海的进博会的召开啊 我们国家的领导呢 也在开幕式支持上 无数是提到了这个开放的这个词啊 正因为如此啊 也给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定了调 加上最近市场呢 又有了疫情防控 有往好转的这个预期啊 这种情绪呢 导致了A股港股中盖等等啊 所有的资产都在涨 当然呢 也会包括人民币啊 那人民币未来的走势如何呢 我认为大家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观察 一方面就是我们自身的经济情况 包括我们的GDP未来是不是有足够的增速 疫情是否可以早点结束 以及对外出口是否还会像三级路这样强劲的保持下去等等啊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要考虑美国加息紧缩 以及我们宽松的政策的这个影响 这一点呢 我建议大家近期呢 就盯着这个美国本次加息的最终利率 terminal rate就好 目前已经到了5.2左右了 如果这个不再升了 最终利率 那么美元的升值 或者人民币 以及美债的这个贬值的压力啊 就会小很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